3月22日 检察官要求法官拘留美国国会暴乱嫌疑人 乔治·皮埃尔·塔尼奥斯 称他们有证据证明 他购买了防熊喷雾和胡椒喷雾 他和一个朋友用这些喷雾袭击了3名警察 其中一名警察在第二天死亡 在法庭听证会上 塔尼奥斯的家人提供了证词 检察官还表示 他们有理由相信 如果塔尼奥斯被释放 他的母亲会试图帮助他逃回到自己的祖国黎巴嫩 塔尼奥斯和儿时的朋友朱利安·艾利·哈特 面临多项刑事指控 包括用致命武器袭击警察和妨碍官方诉讼 哈特和塔尼奥斯都没有被指控杀害警官布莱恩·斯克尼克 他的死因尚不清楚 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联邦法院 检察官沙拉瓦格纳表示 塔尼奥斯的共同被告在接受联邦调查局采访时承认 1月6日他和朋友一起去参加前总统特朗普的 足职小偷集会 并且同住一间酒店房间 哈特和西弗吉尼亚州一家出售枪支和其他武器的商店的经理都证实 塔尼奥斯在被告知他不能携带枪支 或者胡椒球枪进入华盛顿之后 购买了贯装的防熊喷雾和胡椒喷雾 并且随身携带到了华盛顿 他还展示了随身摄像头和公开来源的视频 其中一段是在西科尼克被喷洒化学刺激物之后不久拍摄的 在瓦格纳在法庭上描述的视频中 他似乎试图步行来消除胡椒喷雾的影响 用更多的水冲洗眼睛 并且暂停片刻同时蹲着 双手放在膝盖上 塔尼奥斯的母亲含泪告诉法庭 在他的几名家人被杀之后 他逃离了饱受战争蹂躏的黎巴嫩 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说他的儿子去教堂是个有家的男人 他说我的儿子不是一个坏孩子 他解释说他在美国国会大厦的角色 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 他否认自己曾有过帮助儿子逃到黎巴嫩的想法 并且表示如果他从监狱里被释放 将等待审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